今天晚上就在这个路边上露营了 这是我买的新衣服 给大家看看 大家觉得好看不 里边还有一个内袋 这个是羽绒的 说是扛寒零下 10度吧 然后裤子也是 不知道能扛住不到 说到还挺多的 什么样子 还要买 这个烤鸭 多少钱 45块钱 你们觉得贵不贵 这个是咋吃的 这个蘸这个酱吗 我吃的都是那种 烤的 然后没有卷饼的呢 今天买了个这种呢 有点贵吃 跟我说的是蘸点酱 然后弄点葱 弄点这个这个是黄瓜皮 然后一卷 漂亮 是这样吃的吧 还行啊 再来一个 太好吃了朋友们 这45枚白花 我觉得挺挺好的 来点儿葱 再来点儿 黄瓜 卷起来 来吧 吃吧 嘿嘿嘿 赶快吃啊 吃骨头 柳一吃不过原本 等会儿再给你俩弄点那个别的吃食啊 这肯定不够吃我觉得 我东西都铺好了 然后来了两个警察叔叔 说这里住着不安全 让我去他们的 值班 值班那个检查站 露营了 那里比较安全一点 我现在把东西收拾收拾 然后过去 离这也就两公里吧 我把板 这里 这里不安全 我们去检查弹幕 我们拿反光衣穿一下 晚上要快危险了 检查一下 看漏东一没 到时候别丢这了 再回来就玩犊子了 那就是麻烦事了 看好啊 看丢东一没 没丢的话 我们就走了 继续上坡 在这地上还有闪光灯 来车了 赶快停边 这个路太窄了 终于下坡了 慢一点 慢一点 这坡下的有点危险 说的应该是这个检查站 但这附近不好找露营地 我能在这空地露营啊 要不下去吧 不给人家添麻烦 前面是下坡 走吧 下面找找 看有没有飞机房啥的 反正东西还收拾完了 又到家了 朋友们 我们找了一个桥栋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桥栋里露营了 这个桥栋 有几泡地雷 我刚已经处理过了 把帐篷搭起来 我们就睡觉了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晚安 明天见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